在09年8月25号 那么今天是几日几日呀 十日都没有错 所以今天是她的生日的日子 来朋友们要我们一起跟她说一声 生日快乐吧 3 2 1 那今天呢 作为说心的这位玛丽娅呢 也是来到前方 跟我们来一个季节的见面了 不如大家分享给她打声招呼吧 Say Hi 哎玛丽娅前面 哎很棒哦 玛丽娅呢也是非常懂事的一位大小朋友啊 她懂得用笑语来跟大家打招呼问好呢 大家来看看 她的鼻子下面 哎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啊 小朋友很棒啊 那小朋友就知道是为什么呀 对了 因为她是女孩子 在大哲响下子里面 只有公响才有长长落落在外面的长小牙 而母献的小牙比较短小 不完全张开嘴巴是看不到的 当然他们口腔里面也有非常肤肤的牙齿结构 一起看一下屏幕了解一下 可笑里的牙齿吧 大象大象不仅是巨星的牙齿 也很大颗 但她的要合理 不关锁定一下不要眨眼睛哦 而且因为秀发真的 是说厢比对她们说是非常重要的身体部位 对 看到她有垃圾对不对 大家觉得吗 这个椰子对她的时候只是一个玩具 大家呢看她玩的 看一看眼前呢 好的 她的母亲来捕了一妈 嗯 好的 我们来看看 小姐大家有观察到这个西瓜呢 有特质啊 喂 我们来看看 这个西瓜呢 给的是玛丽亚 因为她今天生日 作为寿星的保育员呢 也是选了一个非常甜的一个西瓜 去给她享用的 那可以看到她吃瓜的手里是非常开心 大家来观察一下她的一个眼睛 微微弯的时候 是不是像爱笑的小月牙一样呢 也是非常好看的 当然此次的心情也是相当的愉悦的 从侧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瓜里面是很红 刷也是很多的 那大家觉得这个瓜甜不甜呀 是的 这个瓜特别甜 那夏天防暑降关除了要吃一些消暑的食物之外呢 也要做好防晒对不对 那同时呢 那我们一不小心的防晒过多 或者吹多吹多了 我们身体体温就会不上不下的 就会体温逆常了 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关注身体的温度了 那是到这里 带来还有吗 身体 好的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好不好 接下来要请宝源来测量一下 好的 来看看啊 好的体温已经测量到了是三十六点四十度 体温是正常的 那我们刚才是什么东西呢 那其实呢 这个是保育员为大神朋友 自别量身并缩的运动性财 目的就是锻炼他们鼻子的肌肉了 在我们的健康前方 我们可以观察到 大象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 体型都是相当的庞大 大象是古多当中 怀孕时间非常久的动物 怀孕时间有18到22个月左右 而大象母亲也是非常辛苦的 小象翼出身体重 已经刚才有100到200斤的重量了 而说到这里 一口宠宁大象的体重又会是多重呢 来信条朋友们大家来猜一猜 你们觉得龙龙现在有多少吨重呢 300吨3000吨 一两吨 三四吨 这边朋友可以移换一下手指头 没有关系啊 就在猜一 五吨五吨三吨 好的五吨的会比较多 这边六吨四吨一吨 好的还有吗五吨谢谢 两吨 OK 上方是三吨 好的 这边是五吨 五吨的呼声比较高 其实龙龙线体重是在三吨的重量 而一口宠宁大象的体重 基本上是在三到五吨之间 而龙龙刚好是在合格的边缘范围 那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大象体型很庞大 食量也是不少的 一口宠宁大象一定的食量是在三百多斤左右 三百多斤左右 三百多斤左右食物 也不是什么都给他吃的哦 包园会给他吃一些橡草 羊草 柔果树叶 芭蕉叶 也会给他吃一些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些瓜果蔬菜 瓜果蔬菜含糖分是非常高的 可以更好去提升大象的食欲 吃的多了身体就可以快高长大了 那包园为了让我们吃的更多 也是把食物做了不一样的花样 比如说把它食物呢 弄成一些瓜半形状压 正方形的形状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他们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吧 可以看到是把一些南瓜 还有地瓜红萝卜 牵扯一个小小的长方形 正方形的一个体型大小 让他们去享用 对于大小来说都是一样的食物 体型大小变了 新双变了 也就是新的食物了 那么眼前可以看到 他们吃东西也是很快乐的 而刚才呢 他们在吃后方口子里的食物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口子里面底部跟侧面会有一些圆孔的 大家朋友呢只要这样这个口子 你看大家 没让这些散开 但是大家可以在设计 这些不尽的应该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在这里 那些不尽的 我们就在这些木头 要看一个蜡豆 看到我的蜡蛋 本里边 这些木头 那些木头 可以从山 三个木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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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